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罪悔改 那这次春节放假 我没能回家 所以我来进行第二轮的披码猛会 认罪悔改 到目前为止八天的时间 我把这次的披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月8号的下午 我借着约拿书重新认识了我魏苏杰 看清了魏苏杰的问题 我魏苏杰就是约拿 我承认我爱自己大过于爱神 所以当神的使命领导我时 我开始逃避 我甚至花钱买船票逃往他失去 当狂风大作的时候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着我而起 我躲在船舱里 用沉睡来逃避 神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让船上的人来叫醒我 通过问问题来唤醒我的良知 来让我认识到神才是神 我魏苏杰是要为神效力的仆人 所以当我说把我抛在海里吧 那些船员企图摇鲁靠岸的时候 我又不作声了 我又开始怀着侥幸的心 企图再次逃避 最后他们把我扔在大海里 大鱼把我吞在肚子里 三天三夜 我硬着心 硬着景象 跟神抗衡着 一直到最后 我实在扛不下去了 我说好吧 我承认 耶和华你才是神 救恩出于耶和华 我曾经答应你 我要做主公 我要完成你的旨意 现在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神因着怜悯 再次给我机会 让大鱼把我吐在岸上 但是当我安全着陆的时候 我里面 那个顽梗悖逆的心 又开始作祟了 尼尼威三天的大城 我只走了一天 就此歇功 当我看到神的手 拯救尼尼威人的时候 我开始与神争论 与神狡辩 为自己之前逃避的行为狡辩 我企图来证明 我魏苏杰才是对的 神你错了 天哪 我要证明 我比神还公义 所以当争论不下去的时候 我坐在尼尼威城的外面 我企图看笑话 那神呢 用一颗臂马 一夜发生 一夜枯干的臂马 来点醒我 我魏苏杰 就是爱自己大过于爱神 我只关心 只顾念与我自身利益相关的事物 我根本就没有爱神的心 所以我才不会去爱宁尼威人 不会去爱那城中 连左右手都不分的孩童 以及那许多的牲畜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爱自己大过于爱神 没有爱神的心 所以我不会有怜悯的心 看到这里 我自己真的对我自己 我也感觉很难过 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很糟糕 但是神也依然给我问题 当我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 我相信就是神拯救的时候 就是他再次给我机会的时候 所以感谢主 让我能够改过自己 披麻蒙辉 借助圣灵悔改认罪 关于课程详情 请咨询廖讲师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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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